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管你在哪儿,也无论你今天经历了什么,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。 听完今天的故事,祝你晚安,做个好梦。 前段时间男朋友去上海出差,走之前特意提前给我过了生日,送了我一条心心念念的手链。 她在上海落地的那天晚上,我收到了她的消息,她说我们分手吧。 在一起三年,在我所有的设想里,都是美好未来的画面。 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曾经那么认真对我好的人,会给我这样一个潦草的结局。 然后我买了第二天最早去上海的机票,在机场等了一个白天,而她电话不接,微信不回,直到晚上都没有来认领我。 离开的时候我平静地想,可能人生就是这样吧。 回家的路上,为了转移注意力,我看了一部电影,女主角是安妮海瑟维。 她盘腿坐在床上,哭着说起她的丈夫。 她说,我们在一起的时候,她比我成功,当时正在上升期,但她却退出职场,让我发展我的事业。 她真的很了不起。 她努力地在思考,为什么一个曾经对她那么好的人现在出轨了。 而我心里,也同样在问着为什么。 我心不在焉地想起很多想起我刚来北京实习的时候,每天下班都能吃到她做的饭。 当我和她抱怨今天很累的时候,晚上回家摊在沙发上,她会帮我打好洗脚水。 如果我懒得起,她会一边念我,一边把我的脚拽过去。 可能人都是这样,只有当你某一天失去的时候才会发现,这个人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你的生活。 那些曾经不以为然的关心和照顾,在你最孤独的时候,都会浮出水面来。 回家的三个月中,我们彻底地失去了联系。 直到我得知她和之前同学恋爱的时候,我才厚着脸皮,叫她兄弟把她辩出来,说清楚。 我哭着骂她是个骗子,企图以此来勾起她的心疼,甚至问她,我到底比她差在哪儿。 她很认真地告诉我说,我只是不想再让我所有的感情和心血都像石头一样丢进大海里,有去无回。 一世之间我无话可说。 曾经我觉得,你说过对我好,你说过你是心甘情愿,我当真了。 可是我忘记了所有人在付出的时候,都喜欢说自己心甘情愿,可是真的没有得到回报的时候,还是会忍不住难过,想要计较。 人的感受都遵循着自然规律,就像你吃一种药,吃多了会产生耐药性,那个时候药就不管用了。 那个人第一次对你笑一下的时候,你整个人都开心得不得了,可是后来,他把自己的全部都给你了,你却还是感觉不到一丝快乐跟满足。 原来,当你对一个人给你的爱感到理所当然的时候,那便是失去的开始。 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帖子,有一个女孩说,自己因为尿路感染去医院看病,结果走在路上的时候,因为忍不住,不小心,尿出来了。 尿就滴滴答答地顺着她的腿流下来。 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,女孩急得快哭了。 站在身边的男朋友,果断脱下自己的衬衫围住了女孩,默默地从口袋里拿出纸巾,蹲下来帮她擦拭。 然后拉着她,没有嫌弃,没有抱怨,反而安慰她没关系,没有别人看到。 女孩感动,然后开心地把这件事分享到网络上。 没想到评论里却有很多人觉得这很正常,还有人说,本来就是这样啊,她要是嫌弃你,那她还算什么男朋友。 好像很多人在感情当中都会犯这样的错误,误以为,当对方和自己建立恋爱关系之后,所有的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。 误以为对方的关心和照顾都是作为伴侣的责任,可是却忽略了。 那些自己认为的本应该背后,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叫做,她本可以。 工作中看到的消息,她本可以选择晚点回。 陪你通宵聊天的那个晚上,她本可以选择早点睡。 和你吃喜欢的东西,她本可以选择不去吃。 感情中有太多太多被迁就和照顾的瞬间,需要被我们看见。 感受到被爱,是比爱更重要的能力。 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缺少自以为是的我爱你,但却太需要每一个人都能拥有这份,你对我的爱,我都知道的心情。